二间商店被令停止营业 在车内安装B路电视 一年来已经有760名公众加入警方打击罪案行动 中国内蒙古遭遇沙尘暴 能见度骤降 华南的福建等地的暴雨引发灾情 游客受困 各位傍晚好 欢迎您收看八频道事成六点半的直播节目 我是海杰 也是律政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的英莱妮说 作为单容八个区任期最久的议员 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留下了丰功伟绩 如今区内的议员必须努力耕耘 继续同居民保持一切的关系 而他也相信议员同居民的关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来看记者李凯言的报道 文将会带给大家更多资讯 其中就包括了 您会不会经常觉得衣橱里永远少一件新衣服呢 以色列的时装设计师设计出的上衣 可以变身成24件不同花色的衣服 让你永远光鲜亮丽 感谢您收看师诚六点半的直播节目 我是海杰 稍后十点的晚间新闻 我们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